和大家介紹一批環球出的 在日本進口的SHM CD 什麼叫SHM CD? SHM就是Super High Material 即是質地特別美麗的素材 來做CD的載體 接著要介紹這一張 就是由烏克蘭的美籍小提琴家 Nurden Mustein 他技術上來說 比較輕鬆自弱 功法也是比較遠轉 造成一種非常之 可以說近乎完美的那種音色 他又是有一些貴族沉穩的風格 在他比較晚年的時候 大概在70年代初期 錄了這一張 曼德爾遜和柴河夫斯基 最出名的兩個小提琴協奏曲的版本 當時已經年過60歲 他仍然保持著小提琴的自然 和敏銳的觸覺 在漫版樂章裏面 沒有用太多的震音 來模仿自然的和聲 再做了一種流麗的自然效果出來 他的穏率沒有什麼瑕疵 而且發放出一種照人的光彩 他擅長以強烈的表現力 高貴的氣質融合在樂曲裏面 尤其是大家聽他最著名的 曼德爾遜伊小調小提琴協奏曲 另外就是柴河夫斯基小提琴協奏曲 沒有像其他一些很高技術派 那種搞到龍飛鳳舞 只是用一種比較謙信和耐散的方式 加上他熱情的演奏 令到聽者也難以抗拒 演奏 演奏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另外一张名盘就是莫萨特两首钢琴协奏曲 这两首乐曲都是以旋律优美而注称 Gilda就是以音调准确和音色昆云来注称 他的风格没有注入太多感性 没有太多营造出来的诗意 而取而代之是一种形动的触感 加上他是非常有躍动感和戏剧性 来到营造出他个人的风格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他是用Hommel所写的华彩乐段 他是释出很多的能量 被形容为最多浪漫气氛所包围的 第二十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是美得鲜乐飘飘的境界 越听就越有香醇腹育的感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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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